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之后我觉得他除了非常猎奇之外 我觉得他也误出了一些很多很多很多的道理 这部片是什么呢 就是men men的复数 men 他们的men 但是这个片名就只有一个字 叫做men 一起来看 主角是叙述这个女主角 这个hopper 那因为他的老公是一个暴力狂 那他又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的人 那他老公是一个黑人 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争吵 再加上说他老公常常对他暴力相向 最后呢 这个男的就跳楼死了 没有错 跳楼死了 之后呢 hopper就一个人到一个乡间小屋 一个英国的这个这个随便不知道哪一个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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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的这种狭村小屋去度假 散心 但是其实从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 其实大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说 嗯 如果说要以这两个人的互动的角度 我会觉得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的情爱了 为什么没有太多的情爱呢 因为老公是有暴力倾向的人 那我们也知道 女生长期都是在一个受伤害怕的情况下 所以当他到这个乡间小屋去度假的时候 他又是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聊他的伤呢 很多人的情伤 大部分都是分手 好 分手的伤最难疗愈 那受到这种暴力对待的伤 是要怎么去做疗愈呢 好 我觉得在这部片的当中 他提到的这一点 他以这个角度为出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题材 好 再者呢 就是因为他到这个乡间小屋 遇到了一个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对 对这个007 应该是演007吧 他也是英国的这个演员 他叫做罗瑞金尼尔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叫做Jeffrey的角色 但是其实他有很多个角色 好 他的出现其实就是跟这个亚当和夏娃的这个角度一样的 他是由亚当跟夏娃这个角度去带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看预告片的话 就会发现说 这个Hopper啊 他一开始要进入这个庄园的城堡的时候 要去度假的这个门口之前 他发现了一棵树 而那棵树如果大家有印象看过这个亚当和夏娃的那个那个出藏 跟正片他都有讲到这个字 叫做forbidden fruit 那forbidden就是禁止的禁 就是那个禁止嘛 对 禁止进入的禁 好 禁断地带的禁 所以呢 这个forbidden fruit就象征了这个角色 也就是和Hopper之间这个微妙的互动开始 那当然啦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诡异的场景 其实这个所谓的诡异的场景 我觉得从一开始进入这个乡间城堡就已经非常的诡异了 那到预告片跟正 就是正片里面有出现就是到隧道的那一段 好到隧道的那一段 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惊奇的镜头 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之外呢 接下来我要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雷 因为 接下来这一段如果没有报重雷的话 其实我这个音频我是真的讲不下去 所以说你还没有看这部片的话 就请你从现在开始把这段podcast关掉了吧 好 我现在开始讲了 就是呢 其实Hopper他在三星的时候呢 他跑到了这个隧道 然后他突然发现那个隧道的另一头呢 诶 有一个男的 有一个男的 然后而且是光溜溜的 而且还朝他的这个方向走过来 好 那如果你是那个Hopper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吓得半死吧 那中间有一些过程呢 其实我就不赘述了 请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进戏院 或者是等到串流平台上架的时候 可以好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那中间的中间其实他有 他有出现一些 一些一些转折 也就是说Hopper在面对他这个老公的死 因为他中间有带了一些就是 呃 他跟老公 Hopper跟他先生之间的冲突 还有一些可怕的片段 好 自杀的片段 然后以及就是Hopper崩溃的那些片段 还有 我觉得更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Jeffrey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分身 那有很多分身是导演刻意不去提的 为什么导演刻意不去提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巧思 就是说 他不要让观众觉得说 是女主角好像有看见这个幻觉 但是他又要让观众感觉到说 咦 奇怪 我坐在我的观众席上 我看着Hopper这个女主角 难道他都没有发现说 在他眼前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男生 长得都一模一样吗 难道他都没有发现吗 我觉得导演刻意去把这个这个 这个焦点去模糊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知道说 当他踏进这个地方 一切就是猎奇的开始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猎奇呢 因为我觉得更 更好玩的就在后面了 因为 这个Jeffrey突然就像个 就像个一个 就是很可怕的怪物 他就带着一个雌雄通体的这个 这个方式 他就一直的不断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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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一个新的自己 又再变出了一个新的自己 然后呢 新的自己呢 死掉了 然后又再从他的身体里面 又变出一个新的自己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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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却变出了他的先生 怎么会变出他的先生呢 这个地方 我就不爆雷了 最后 我要来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部片啊 他讲了很多 他透过了 他有很多 这个 这个 他用了这些方式去表达 对爱的一些技巧 什么叫做爱的技巧 因为 他讲述了情爱 好 还有亲情 还有 更深入的 就是你觉得八竿 八竿子打不着的 比如说像是 母亲的爱 小孩子从母体脱离的爱 还有那种 爱不到 就要把你毁了的那种爱 那种嫉妒的爱 他把所有各种 各式各样的 然后甚至还透露了 这个亚当和夏娃 出藏经过的这个理念 来去将 一段这个 扭曲的情感 把它幻化成一种 就是说 这个是一种 怎么讲 恐怖平衡吧 为什么要说是恐怖平衡呢 你有没有想过 当一个人 爱不到对方的时候 他会做出 多疯狂的事情 就像一个妈妈 在生孩子的时候 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当 当他要当妈妈之前 他可能是一个 放浪不羁的少女 但是 为什么生了小孩之后 他的性情就大变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变成人母了吗 你变成人母了之后 你就会有责任感 同样的 当你对爱情 有了一些坏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罪恶感 当你产生罪恶感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种 想要占有对方的念头 我觉得导演 把这个占有欲 跟这个母体 小孩脱离母体的这个爱 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巧妙的搭配 为什么说是一个 非常巧妙的搭配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嘛 其实这段感情是由 女主角Hopper 跟他的老公 扭曲的 暴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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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 显现出啊 在情感世界 对女生 永远都是 不那么友善 受苦 受罪的 永远都是女生 但是 爽 跟 好 还有 总是得到好处的人 永远都是男生 为什么 因为男生有力气嘛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揍你啊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以死相逼 你不听我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做出 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要你接受 同样的 女生也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 导演是以一个 这个女性视为 受害者的角度 然后男性视 加害者的角度 来评论 关于 这种 暴力式 好 这种 情爱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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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去呈现一段 这种扭曲的故事 我觉得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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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我觉得是非常神奇 那因为这部片呢 是有A24发行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 这个运镜的巧妙 有点像是这个 先前 不知道是哪一年上映的 The Midsummer 仲夏眼 就是一群人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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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参加那个 日咒的活动 白咒的活动 永咒的活动 然后后来 那些人全部都是 就 就是 就出事情了 这样子 好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搜寻 可以看一下 这个 仲夏眼这部电影 仲夏眼这部电影 非常的猎奇 但是 悶 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比仲夏眼 更猎奇一百倍 当然同样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部片呢 它并不适合 这个普罗大众欣赏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 逻辑 非常的难懂 也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太多的 慧根的话 其实你看这部片 你是会看到 非常的神奇的 好 所以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只是 如果你只是 单纯 只是想要看恐怖片的话 那这部片 我非常不推荐你 好 因为导演 他是以 因为这部导演 他其实 他之前有拍过 这个 这个科幻的惊悚片 所以如果了解 他的人呢 会了解 他这部的理念 想要呈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 最后我要做个 结论就是说呢 好 人啊 人与人之间 会在一起 是缘分 好 但是 你如果不好 珍惜对方 那么他有一天 一定会 离你而去 但是 我觉得 更犯见的 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 情爱的纠葛啊 常常都是因为 一个 舍不得 然后完全都 无法割舍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会 看在念旧的情分上 于是呢 有一方 他就自愿 自甘堕落地成为 逆来顺受的那一方 那 既然有人愿意成为 逆来顺受的那一方 怎么好像反而 就是加害的那一方 会变得更开心呢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 情爱纠葛 其实就是以 互相虐待对方 为乐趣 而 这部片 他主要的主旧 其实就是说 我不管再怎么样 我不管再怎么轮回 我不管再怎么重生 我就是要得到你的爱 那被爱的那一方 会不会也会自我放弃 会不会也会选择 自我割舍 因为 就算被打得鼻青脸重 就算 还是活在暴力的阴影下 你明明知道 你身旁是一个恐怖情人 但是 你还是会 选择去做见自己的 继续跟对方在一起 你觉得这是什么 这也其实也是一种 爱的表现 但它也是一种扭曲的爱 只是每一个人 对爱的承受的程度 不同 而闷 这部片呢 他透过了 小孩脱离母体 暴力 然后 亚当与夏娃 还有一些恐怖悬疑的 这些因素 然后来 呈现一个 叫做 扭曲的爱 这四个字的事实 你没有发现 我一直都在重复 扭曲的爱 这四个字 因为这一段感情 就是从扭曲的爱 开始的 当然 我觉得它的结局 也有一些非常巧妙的 就是巧思 就是 当我看见女主角 在笑的时候 我不晓得 那算是一种解脱 还是说 它是豁然开朗 那种开放式的结局 其实是还蛮 蛮耐人寻味的 如果你有谈过恋爱的话 你自己就会很清楚 你面对一段感情的结束 你究竟是会 假装的 就是 不自觉的笑 还是其实你心里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释怀 那你明知道 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但是 你怎么好像 还是意犹未尽的 很想要活在 对方的那一种 压迫的 爱情之下 是 你愿意 你甘愿 你想要 做他 爱情的 努力吗 努力吗 你想要做他 爱情的那种 slave吗 你想要这种 relationship 对你来说 这是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样的 一个爱情呢 如果你是 在为情所困的人呢 我觉得这一部片 或许 可以让你得到一些 输解跟解发 但是是一种 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 因为它充斥着 太多暴力血腥的 这个成分 请大家 如果心脏够强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部片 想想自己 想想别人 想想 你生来这个世界上 你是为了爱情而活 你是为了对方而活 还是 你是为自己而活呢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